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是遇难,2018年最强烈的风暴袭击这个太平洋国家的时候,在20英尺高的风暴潮警告发出后,数万人从沿海地区撤离,成百上千万人被坡逃离发生山体滑坡的村庄,狂风掀搬了房屋的屋顶,吹倒了树木和电线,大雨引发了40多型山体滑坡,山竹相当于5级飓风,其强度超过了飓风佛罗伦萨, 预风佛罗伦萨在美国东海岸造成至少5人死亡,之后被降级为热带风暴,这是今年袭击菲律宾的第15场台风,在当地被称为台风昂帮。 据路透社,Rotas报道,在周六这场风暴,大约420万受灾民众中,约四分之一生活在贫困之中,据联合国估计,约140万农民和10万渔民受到台风袭击, 考价严省Kerkoyen省会图格加劳的一位政府官员罗格里奥派森,Rebelio Sand,对路透社表示,这里几乎所有的建筑都遭到了破坏,屋顶都被吹走了,没有电力供应,通讯也中断。 我们接到报告说,许多数目被连根拔起,电线干倒塌,道路被堵,撒,这使得救援工作非常困难。 菲律宾当局说,相比2013年,他们这次做了更好的准备,2013年时,台风海业寺着菲律宾中部地区,造成6300人死亡,在袭击菲律宾之后,山竹风速下降到106英里每小时, 正在向中国南部和越南移动,封面新闻综合报道,编辑安庆,如果您有新闻线索,欢迎向我们爆料,已经采纳有份筹线,爆料微信关注,AXX爆料QQ338-640-5712